上一集尼亚迪打败了纳兰将军 完成了自己的人类清洗计划 他将整个地球改造成了新世界 新的生态 新的种族 东亚重工人造人的耕造一 因为坠入时空漩涡 晚了近千年来到这里 在陌生的世界 他的任务随着地球的消失 而结束 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和耕东一起探索着这片新世界 耕东的探测器在高空中发现不远处有物体移动 是一个巨大的DRF重机车追着两名骑马的少女 耕造一连满赶了过去 掏枪干掉了DRF的追逐者 这是个靠一堆触角驱动的单轮巨型摩托 造一成功救下了两名骑马少女后 走向了DRF士兵 试图打探情报 可对方说的是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造一只能零星听出总组尼亚迪的字眼 就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了 看见造一迟迟不动手 士兵试图反抗 但最后还是被一枪处决 随后来到少女面前 其中一名少女受了枪伤 血流不止 在沟通的过程中 少女同样说着无法听懂的语言 基同鸭讲 造一直接拿出东亚重工黑科技帮伤者止血 耕东扫描后发现 他们身体具有改造元素 或许可以进行大脑连接 造一直接握住少女的后脑 让耕东入侵同步他们的语言体系 同步完成后就可以无限畅聊了 他的名字叫小布 受伤的是小雅 昏迷的小雅苏醒后感激不尽 耕东发现 他们的身体构造就像是硅基和碳基的混合体一样 具有硅系的机械内构 还有碳基生物的功能 他们是这个新世界诞生演化出来的新人类 小雅邀请耕东和造一一同前往他们的村子 缓带他们的到来 一路上从闲聊中得知 小布小雅原本在一个叫长亥宫都的地方工作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仓皇而逃 这才遭到了追捕 村子是会移动的 跟着地面移动的痕迹 小布小雅带着造一和耕东找到了村子 它坐落在一个长得像乌龟的巨大重机生物背上 在村子里造一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村子里的人好奇着摩托车是什么品种的马 耕东也好奇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造一还跟随着村民一起去打猎重机生物 重机生物是这个新世界的自然物种 也称为天然机械 就像是一个需要进食和排泄的柴油发动机 地表的天涯发光镜片 可以抵御太空陨石的入侵 村子里的人造小太阳 每隔12小时照亮一次 区分白天和黑夜 就在一片祥和之时 小雅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样 被紧急送去诊所的小雅 发现肚子里怀有孩子 正当询问小布小雅 在长亥宫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有身孕 小布说原本二人 在那里只是打工挖矿 直到有一天 小雅被一个实验人员选中 她和其他候选者一起进行了DRF的人工受精实验 小雅和其他候选者不同 她四周后开始出现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她说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生下孩子后就会被DRF的人杀害 所以才和小布逃离 村子另一边 残害宫都的一名高级审查员找上了门 一旁围着大铁锅 争主猎物的村民们浑然不知 一瞬间 全部被夺取了性命 审查员对村子进行了低毯式屠杀 更造一纹生杆来阻止 二人一番较量中 审查员火力占据上风 造一的脸被激光烧了一半 耿东紧急启动大脑保护膜 造一瞬间变成了假面骑士 和摩托车一起合力出击 其实小雅早已知晓今天的灾难 只不过当初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小雅不顾小布的阻挡冲了出去 她跑向审查员大喊自首 并要求放过村里所有人 这才成功停止了审查员的攻击 正如小雅所期望的 审查员抓捕了手无寸铁的小雅 并离开村子 只不过小雅没有预料到的 是审查员的无情 离开的审查员丢了两枚导弹 炸平了整个村子 自己的好友小布也在爆炸中散生 唯一幸存下来的更灶衣 看着眼前的残骸愤怒不已 她决定前往长亥宫都 去报仇的同时营救小雅 审查员将昏迷的小雅带到了实验室 她体内的孩子已经发出了信号 医生立刻进行了分离手术 杀疯了的更灶医 骑着摩托冲进长亥宫都内部 拔枪消灭了出现在眼前的所有人 包括袭击村子的审查员 但庚造一还是晚了一步 小雅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 正如小雅预言所说的 她最终会被DIF的人杀害 做完分离手术的医生 抱着小雅的胚胎逃跑 庚造一在背后顺利地逮住了医生 将她带离死地 造一也像审查员一样 离开时将残害宫都移为平地 在郊区夺回小雅的胚胎后 造一拷问医生为何要做出这种事情 医生说这是唯一成功的复务组织子 有了复务组织子尼亚迪大人 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 没有人可以违背尼亚迪的命令 听不下去的庚造一 抓起医生 用超级力量将她丢出数公里外 没有保护好以恩格林 这次又没有救出小雅 让造一很是自责 她的失败 只能靠锤打着地面来发泄情绪 耕冬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就在这时候 小雅的胚胎开始破裂 从里面碰出一个巴掌大小的小人 她就是父务组织子菲尼佩洛 像个小精灵 小菲还在小雅肚子里的时候 就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透过母亲小雅 也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 她说村子和小雅的牺牲并不是造一的错 请不要再自责了 父务组织子小菲的诞生 要远在这个世界另一边尽头的尼亚迪有所察觉 沉睡半个世纪之久的她再一次苏醒 苏醒的尼亚迪将自己的分身通过视线体 展现在了新世界各个角落 前来膜拜尼亚迪神明的信徒 感动得泪流满面 尼亚迪很快找到了小菲 造一这边腹肌一口紧 快速合成了一个尼亚迪分身 吓得小菲跑进了造一的掌心 造一立刻上车逃离 尼亚迪穷追不扯 还利用超能力进行阻拦 小菲也有超能力 对尼亚迪见招拆招 尼亚迪的分身因为支撑不了太久而消散 尼亚迪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 因为寿命将近 她的能力也维持不了多久 她的本体再一次昏睡过去 全世界的分身也随之消失 造一成功逃离后 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她对耕东说 我有了想要保护副物主之子小菲的想法 耕东看到了恢复以往积极性的造一后 高兴的连忙答应 那就一起守护副物主之子吧 当初地球被巨大的能量改造的时候 被卷入时空漩涡的不仅有耕造一他们 还有公共卫生局以利不倒的高级审查员米加德 米加德被时空吐出到了新世界的某个角落 他掉落在一个被孤立的国家 以亚克这个国家四周都被各种激光警包围 任何试图离开的人都会被激光蒸发 米加德在这里摘下头盔 向读者第一次露出真勇 城堡里有一位异国风情的公主 她称米加德为丹诺 代表外来人的意思 公主告诉米加德 自己的国家世世代代都遭受着占卜师的控制 而且基因还下了诅咒 让他们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如今救世主也就是米加德出现了 让公主兴奋不已 因为以亚克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传说 救世主会以流星的模样化作人形降落在以亚克 救世主降临之时 也就是以亚克解放之日 米加德自从来到了以亚克之后 他的手时不时就会变成透明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主上前一探究竟 他说虽然看不到 但还是摸得着 于是借了肢体相处的机会 二人坠入了爱恨 就在一个夜黑风高 公主和米加德纠缠不清的夜晚 以亚克突然遭到了占卜师的突袭 不知道要涉及什么奇怪的交易 公主被占卜师强行劫走 昏迷的米加德苏醒后 连忙追赶了上去 一幕经典的拯救公主 戏马上演 米加德直接手刃丑陋的占卜师 将他大写大快 成功解放了被统治许久的以亚克 米加德救出公主 抱得美人归 还没等公主报恩 米加德的身体 从手臂开始慢慢延展至全身 变成了透明 最终消失在了公主面前 米加德似乎完成了任务般 再一次被召唤离开 另一边 赵一和小飞四处探索 小飞看见了数公里外的小镇 吵着要去那里玩 赵一不想给那里的居民带来灭顶之灾 决定绕着走 小飞一气之下自行顺移前往 小飞独自来到了这个小镇后 遇到了一位双目师民 叫吉尔的老人 老人说 这里除了我就再没其他人了 他的眼睛是被毒烟导致的师民 曾经尼亚迪为了彻底掌控 副物主和新世界 在这里进行各种试验 让小镇生灵涂炭 面目全非 一老一小的二人交谈之际 一个DRF神秘男子突然出现 他一眼看出了小飞身上强大的能量 认出了小飞就是副物主之子 神秘男子命令老人交出副物主之子 就可以得到尼亚迪丰厚的酬劳 但年数已高的老人 根本不在乎酬劳 恼羞成怒的神秘男子决定动手捉拿小飞 千军一发之际赶来的造衣 一枪打破神秘男子的手臂 弹射并不能阻挡神秘男子继续施法 一瞬间老人的大脑被神秘男子刺穿 倒在了血泊之中 小飞试图利用超能力恢复老人的伤口 但也只恢复了片刻 当下小飞的能力有限 只恢复了吉尔的一只眼睛 老人只剩最后一口气对小飞说 我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你了 随后失去了意识 此时小飞的悲伤化作愤怒 她内心的小宇宙爆发 变成了第二形态成年的模样 她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神秘男子 这一刻小飞与尼亚迪不共戴奸 有我没她的仇恨就此种下 狠话刚放完 小飞就昏睡了过去 死去的神秘男子丢出了手中 称为思念力的秘密武器 让周围的混合物变成了怪物 走一单枪匹马 一招骑士飞踢拿下怪物 第五卷的故事就到这里 之后小飞和造音 跟东一同踏上了讨伐尼亚迪的冒险 下期生化禁区最后一卷 黑猫会重新盘点这部作品的世界观 要看懂结尾真心不容易啊 喜欢记得多多点赞支持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